2月16日 旧金山南海福音堂属下的南桥学校迎来建校100周年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东华 副总领事邹永红 乔务处处长杨雪峰 领事庄园院与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池洪胡等 乔团负责人出席了庆祝活动 出席的嘉宾均赞于南海福音堂先贤们的高瞻元鼠 更为历届董事局成员在华文教育方面的无私奉献点赞 寄望南桥学校在新的百年里再创新计 80多岁高龄的南桥学生武玄灿 也前往与南桥学校师生一同庆祝建校百年盛世 乔包记者陈永清2月16日报道